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美国华盛顿同心基金会和华盛顿同乡会联合会举办的 2016年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 于今日上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了授旗仪式 李克星公使和使馆官员,以及即将启程的11个夏令营的营员 领队和家长近百人纷纷出席 李克星公使亲自向各营授旗,致辞并合影留念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多次 夏令营的准备工作细致,安排周到,工作人员细心负责 参加夏令营的营员能够参观祖籍国的名胜古迹 领略大好河山,亲近那里的人群,聆听那里的故事,感知那里的文化 我们的北京,上海,西安,四川,广东,云南,辽宁这些城市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以赴,接待各位小客人的到来 李克星公使表示,我们热烈欢迎青少年能够参加这次寻根之旅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全球数万青少年通过这次活动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 祝愿参加夏令营的营员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寻根之旅 组团单位代表西北同乡会秘书长刘玉宏女士表示 夏令营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很有益处 营员们可以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开阔眼界,也可以与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谊 营员代表童明轩表示,她一直梦想着可以登上万里长城,感受她的雄伟壮观 而这次的寻根之旅,终于可以让她的向往成真 家长代表廖山曼表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让孩子亲眼去看看中国,了解中国 领队代表陈一飞表示,夏令营每天的安排都很充足 可以让营员们拥有一个意义非凡的旅程 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利用这机会回到中国 通过这个机会,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对祖国有认知,对祖国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义,慢慢慢慢她就会觉得 我是一个中国人挺自豪的 在欢声笑语中,李克星公使为各营授旗,并合影留念 各营营员也将在这个暑假带着满怀期待,踏上他们的寻根之旅 华府华语记者孙颖,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